在英国正式地退出欧盟之后 我不认为市场会抛弃伦敦 纳吉利作为智商所在伦敦的清算中心 你担心把欧元区的主要业务 让给其他的竞争对手吗 我并没有很担心 让我们来对这个问题 进行一下深入的说明吧 我们都看到了 英国所做出的这一个重要的决定 一个民主的决定 关于英国退欧 你可以选择支持或者是反对 这都可以 这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但是在这个决定出台之后 金融市场的竞争立刻就出现了增加 例如说在巴黎和法兰克福 在这些城市 他们都表现出了 饿郎般的饿郎般的饥渴 想要尽快接替英国的金融业务 因为他们认为伦敦即将要退出欧盟 所以说伦敦作为金融中心来说 也会很快地坠落 我对于这个问题持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成为金融中心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在欧盟成立之前 当然也在英国加入欧盟之前 所以说在英国正式地退出欧盟之后 我不认为市场会抛弃伦敦 而这些都是属于成本问题和政治问题 对于所有的竞争对手国家来说 这都是公平的 而在这里我必须要提一下 在之前发生的一个事件 对于伦敦的清算公司来说 问题之一是 欧洲央行正在计划着 想要在欧元区内进行欧元的相关的交易结算 然而这个计划 已经在英国成功地得到了实现 欧洲法院也认定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要求欧洲央行去重新定义欧元清算 重新规定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进行 也就明确地意味着 只要英国还在欧盟之内 该协议仍然是有效的 我认为至少到2019年之前 这项权力并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如果你现在问我 我害怕吗 我会回答不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伦敦已经成为金融中心很久了 并且还会继续地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 即使是在英国退欧之后 所以不 我并不感到害怕 所以说 如果英国在未来离开欧盟的话 CME将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坦白地说 可能并不会做出太多的改变 尤其是涉及到企业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领域 我们会去仔细地评估一下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如何才能处在正确的位置 去对目前的状况进行回应 但是并没有太多能够调整的地方 我认为对于公司来说 我的意思是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 我们作为美国大型的交易所 和清算以及金融基础设施集团 会根据事态的发展进行调整 就目前来说 并不需要先去决定任何的事情 正如我之前所说到的那样 即使英国退欧真的发生了 那么它也将会在2019年左右进行 我们还有很多个月的时间 直到英国退欧之前 我们都有着充足的时间 当然了 我们也正在评估 如果需要采取措施的话 第一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当然我们会密切地关注 退欧谈判的进程 并且都知道 市场是很容易受到 政治因素的影响的 但是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情 到2019年的时候 欧洲的形势 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因为从一个简单的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即将会迎来很多的选举 例如说意大利选举 法国选举 稍后我们还会迎来德国大选 所以目前的这些政治人物 到时候还会不会继续地在位 这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因素 我们在上周就看到了 事实证明 相当一部分聪明人的预测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灵验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让大家都感到震惊 而可能接下来 法国 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选结果 也会同样地出乎人们的意料 而到那个时候 我们所谈论的 将会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观望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欧洲央行 或者是其他权力机构 做出决定 说我们规定 以欧元为单位的合约 必须要在欧盟范围内 进行清算 这样的话 已经把性质 提升到了政治层面上 并且这样一来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 美国规定 所有美元计价的交易 必须要在美国清算 接着 日本 中国 都会这么说 这里包含的是政治因素 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 最终的结果 到底会如何 很荣幸 感谢您的邀请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精彩内容 尽在杜高斯贝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